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天赐梦珍重 明眸专出回 乱心悔知 触目明门 不心才女生珍珠 大离有枝树 卑微冬光珠 多彩多姿 叶肺舞 红袖笔珠若 羡慕 红袖笔珠若 羡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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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云起 火蓝鸡 不就想要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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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广平王妃沈珍珠 皇上也不想想 如果我不是广平王妃 我怎么说得出 以前的那些往事呢 严妆这个浪贼 陈在 那个是冯丽小子的手下叫张宝 那后边四个 就是当初在长安 看守广平王妃的四个士兵 那个小丫头 就是广平王妃的四女小娟 他们六个人呢 一口同声都说 这站在中间这个 就是广平王妃沈珍珠 沈珍珠 你的衣服怎么穿在别人的身上了呢 盐庄没有进过唐宫 皇上可是大唐各宫的常客 请问六宫兵妃成千上百 哪一个不是穿的王妃的服饰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哟 盐庄啊 你那个侄子是意图施报 是另外一个飞的吧 你,你咬起牙根,一口咬定你就是王妃 閻莊,我給你無冤無仇 我為什麼要假冒廣平王妃入你於罪呢? 好,那我問你,世間皆知 你和那廣平王李玉感情十分恩愛 為什麼廣平王徹離西境,單單留下你一個人? 是嗎? 這一層,末將早就調查過 統領,你說,你說 啟稟皇,我軍突襲西境,西境大亂 李隆基逃得匆忙,只有李亨李玉負責二人保駕 當時廣平王府正在為小皇孫李瓜慶生 廣平王妃並不知我軍業已入城 這才從容自在,留在府裡待客 閻莊啊,這你應該沒話說了吧 皇上,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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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冯莉啊,並沒有蘇宗的情詩 但是,我看呢,就是無罪開師官府原職 跟在朕的身邊,監領蘇衛進京 末將叩謝皇上,願吳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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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謝皇上 公立小子,你要謝的,是站在中間的廣平王妃 人家也會挺身救你的 末將知道 這可好,天都亮了,姑也累了 我說廣平王妃啊 今天你就回房去吧 明天晚上啊,我要好好跟你聊聊 娘娘,按流山說明天晚上其實就是今夜 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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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君 我們一定要在天地之前逃出燕宮 娘娘 要逃出燕宮,只有一個辦法 你是說去找馮將軍 嗯 馮將軍掌管蘇衛進軍 他要放我們走,是輕而易舉之事 不 我為與大舅他相救之恩 剛剛貌似把他救了出來 我絕不能再讓他獲罪於安流山 重為死囚 去受那五馬分屍的酷刑 可是 是誰 馮莉張寶告進 娘娘,你聽 這一定是馮將軍來救我們了 馮將軍 娘娘 馮某和張寶 特來拜些娘娘的救命之恩 馮將軍,你言重了 當日在西京,要不是將軍舍命相救 我身身處 早已是白骨一堆了 除了道謝 馮莫今日四處奔走 特地為娘娘打探到了一些 大唐皇室入屬途中的消息 馮將軍 好幾乎 這謝謝你費心了 怎麼樣 皇室王爺和我那瓜兒 王爺和小皇生安然無恙 就只是 馬尾活上六軍不發 李隆基迫不得已 將楊玉環刺死 楊國中滿門超載 鮮何一時的楊氏兄妹 就只剩下韩國夫人 和她的一位女兒 謝謝啊 娘 烤娃娃,爆黃扇,炒螺絲 今天晚上 配上皇上爺爺 瓜兒好好吃一頓了 來 唉 蘇柔,你知道 娘為什麼要讓你那麼辛苦 那麼不勝其煩地 去巴結領域父子倆嗎 娘 大隊人馬已經斷了兩天涼了 我替王爺瓜兒找吃的 我不怕辛苦 更不邪麻煩 兄弟,倒覺得踏實多了 聽你的口氣 好像,你還愛著玲玉 外加上,喜歡上李瓜兒 我愛王爺 十年沒變 瓜兒,怕你死了娘 就算為了王爺 我也要愛她如請初 可是,娘要讓你時刻記住一件事 當年,你大姨娘得寵 楊家一門顯貴 朴天之下,無不夜憲 如今,全親朝也迎川陽 就只剩下我們母女二人 一對結宜了 娘 忍,忍 楊氏滅門 你我母女,信而逃生 就只能夠忍 是想想 當時,擇天大聖皇帝 還有你姨母貴妃娘娘 如果當時不能夠忍 哪有楊美吐氣 大權在握的那段好風光 你知道嗎 娘,我知道 要想替你舅舅,姨娘報仇 要想恢復楊府從前的榮華富貴 現在,就要靠你 能不能抓得住廣平王的心 成為未來的皇太子妃 皇后,皇太后 娘,你別想得太美了 皇太子妃,皇后娘娘 也許我可以守到情來 那皇太后 你別忘了還有位皇長孫李瓜 傻子 這樣你能夠嫁給李玉 難道你自己不能生嗎 再生,也是李瓜的弟弟 就憑老娘的手段 要想除掉一個你我虔誠障礙的小孩 那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難不成你 這檔子事從今以後 一個字也別提 好,父王 一位王爺是不是只能有一位正妃啊 是不是還能娶幾位側妃 乖兒,等你將來長大了 皇上封你為王 就算你娶幾十,上百個側妃 也沒人敢說這夫婦 可是父王 不分帝王將相,平民百姓 一個人一輩子裡 只有一位親生母親 你說對不對 好個聰明小事 笑死不愧的瓜兒 爹懂你的意思 王爺,王爺 王爺 王爺,小黃孫 萬歲爺爺正等著二位用膳呢 小黃孫,我說這是黃膳 不,這明明就是小蛇 小黃孫,你記不記得我最怕蛇了 啊,我還記得,上次經過山路 你看到樹上有一條大馬蛇 都嚇到我父王的懷裡去了 小黃孫 婦容,你說是黃膳,瓜兒說是蛇 你就吃一塊塊看看 好,我就吃給你看 眼見是真,耳聞是假 我相信這是黃膳了 我相信這是黃膳了 真的很好吃耶 這孩子啊 不但實事求是,一絲不苟 居然還出口成章呢 可惜啊 他就是少了一個母親了 皇上,您瞧 他們吃喝得多麼歡暢 像不像是夫妻母子一家人呢 韓國夫人 你是說 皇上聖明 想必不會忘了當年 對貴妃娘娘的千金諾吧 好嗎 玉環 朕是受苦 有朝一日 朕會讓你的外甥女 崔芙蓉 當上廣平王妃的 只要他們父子願意 也許 就是朕對些諾言的時候 娘娘 依我看啊 王爺和崔芙蓉 八成在若蜀途中成了親 即使成親 那也不會是王爺 那的一名側妃而已 小君 你不覺得 蜀道兼奈 貴妃娘娘已死 皇上 王爺 寡兒 大唐皇室的三代正主持 都需要人照顧 娘娘的賢德禍達 馮墨實在是感佩之志 不 娘娘 你錯了 早在當年選妃 崔芙蓉落選 她就發過了誓 要當上廣平王正妃 小君 小君 難道王爺和他都不曉得 廣平王正妃還健在人世嗎 還有 那天我們在西邊 鋪進的那一道場 她不是說 寡兒在皇上懷裡日夜啼哭 思念我嗎 娘娘容比 其實這一件事情 倒是娘娘自己錯了 我錯了 我哪裡錯了 小翠死後 岩莊曾經砍下她的頭來 在西京西門的城樓上 懸竿勢眾 這一件事 多半已經傳到 李隆基逃難的隊伍之中 照馮將軍的說法 皇上 王爺 小皇孫 多半誤以為娘娘已經死了 王爺 寡兒 我是再難以想想 我是讓你們喝得的傷心 我喝得的奇才 娘娘不必難過 好在這幾天 他們一定得到消息 直到娘娘仍然健在洛陽 童將軍 你何以見得 娘娘好心有好望 馮麗的冤獄頻繁 天下皆知 當日在西京罹難的 不是娘娘 而是小翠 這件天大的好消息 應該很快就能傳入蜀中 真的嗎 娘娘 今兒個晚上大爺皇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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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沈珍珠她沒死 是啊 老奴是在孫政百姓那兒 得到她這個消息 什麼事啊 我從西京出來 就只帶了兩樣東西 這傳家之寶的東珠項鍊 還有 這脆過了毒藥的匕首 這 好 韓國夫人在上 老奴啊對天發誓 寧死也不敢把東珠王妃沒有死的事情透露吃字半句 好 那我這傳家之寶 就是你的了 這 大師 這就是我們 這是一個洞家之寶 他就想要去洞家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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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长小道 这两辆牛车 王爷 王爷 你该不是要我们弃牛车而步行吧 两地边界 一片荒凉 这此后两三百里 一路上都没有人烟 很难找到马屁夫子 看来 这两批牛车上的人 只有一路步行过去 步行就步行 这有什么关系 小黄孙 你说是不是 太爷爷 我娘教我读过 雨白的蜀道南 黄鹤之飞尚不得 圆柔玉渡愁攀圆 我既不是黄鹤 他不是猿猴 我才不怕蜀道南呢 对 小黄孙 我们不怕蜀道南 我们就领头往前走 一个若指红眼 一个树法童子 为了国事败坏 却让他们吃了这么些苦 人虽辛苦 心却安然 皇上 你臣妾看 这小黄孙 跟我家芙蓉 是越来越亲近 越来越投缘了 韩国夫人 你这话倒说得不错 皇上 眼前就是个大好机会 请皇上 不要忘了 昨夜所开的金口 桂孙 你看得见 瓜儿跟芙蓉 手牵着手 兴高采烈地 走在前头了吗 韩国夫人跟芙蓉 这一路上吃尽了千辛万苦 鱼儿怪孙 你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好孩子 该不会辜负芙蓉十年来 苦手空贵 一亿相随的这一番苦心呢 皇爷 你果然无话可说 那好 等过几天 一到剑门 朕就将崔芙蓉 赐你为费 臣妾叩谢皇上恩典 这真是价值连城的义宝啊 冯厉 末将在 这就是你在西京接管广平王府 私自搜寡的那些祈宝 回皇上 倘若这是末将 在广平王府私自搜得的财宝 就不会麻木迭地拿来献给皇上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这些奇珍异宝打哪来的 广平王府的宝藏 藏得非常隐秘 这是广平王府亲自取来 献给皇上求免 求免 求免什么 当然是想求皇上高抬贵手 看着他是李隆基的孙习 比皇上小一辈的分成 不要让他列为后宫之选 那沈珍珠 是贤政太老太丑 还是嫌我满身的烂窗啊 皇上 那广平王妃是一位名门闺秀 真烈女子 尤其比皇上还要小一辈 如果皇上放过她 那普天下之人 也许就不会说 胡人形同禽兽 罔顾伦常 这冯丽小子还真会说话 拐弯抹角的骂朕 抹角不敢 李隆 奴备在 那大美人沈珍珠如今在哪儿啊 起到皇上 礼堂美女沈珍珠 就在这偏殿的戈壁 皇上您那小寝宫里呢 李隆 把这沈珍珠的骑朕一包 统统给我收下 奴备遵旨 皇上 皇上 莫想在 你倒知道朕得到哪儿去啊 皇上既然已经收下 广平王妃所献的珍宝 赶请皇上另选加厉 早早安心 你错了 皇上 皇上 那您是 诶 诶 如今朕哪 叫回到我寝宫 会会我那月里嫦娥 人间游户的沈珍珠去了 皇上 您不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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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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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Bon 卑职在 给我脱衣服 是啊 真是 笨拙 是是是 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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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炸死人了 你明明知道我是人有床 你开 大死人了 封先生 丢钥 是 爷 我求求你啊 你千万不可以 皇上是我的祖子 他也不能言而无事 爷 你听听看 寝宫里面静悄悄的 分明他们已经 说什么他也得给我一个交代 爷 我看这样好不好 等到明天 你再当面指望皇上 好不好 不行 受人之托 众人之使 我就偏偏要守着这 看他到底能做什么事情 皇上 你赶紧躺下来吧 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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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吧 玩啊 玩啊 我上去 娘娘 你没事吧 哎 刚才啊 差点没把我魂给吓掉 冯将军 娘娘恕罪 这件事都是冯魔的过错 冯将军 这怎么能怪你呢 认真地说 是我审真重命苦 能够多过这一关 多活一天 就已经是苍天庇佑 够幸运的 再多活一点 娘娘这话的意思是 娘娘 你该不会把那 藏在身上了吧 小军 你是说娘娘身上藏得有 娘娘 你果然 娘娘 这就是那天夜的影 你所说的 来日一到洛阳 只会全解而死 绝不会让你为我寿命的 娘娘 你真的打算 要是安乐山胆敢犯我 我就一刀把他给杀了 然后 反手一刀 就此一两百两 不 娘娘 我绝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冯将军 可 你明明晓得 安乐山 他就不会放过我的呀 不错 不错 大燕雄武皇帝 和我是有君臣之意 甚至于父子之意 可是倘若他不能取信于我 反复无常 受我代献求免的保护于钱 翻脸无情 企图失望娘娘于后 是我失信于娘娘 愧对于神秘 从此无言立足于天地之间 到了那个地步 我还能顾得了君臣 祝从 父子的勤奋 冯将军 你 你该不会 是为了我 要跟安乐山反目成仇 去杀他吧 谋逆 世上 娘娘放心 我冯丽断然不是那种 禽兽不如的人 只不过 明天我要去向皇上再进终领 劝他万万不可背心服意 如果他再不肯听 我只会用娘娘这把匕首 当着皇上的面 挖下我的眼珠子 给天下有眼无珠 认错组织的人做个榜样 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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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 连连你到什么地步 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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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是亲身经历 亲眼所见 是 平身 谢父皇 起奏皇上 这明明是冯历 妄图进宫行刺 按照大宴律法 皇上就该把他满门抄斩 碎尸万段 冯历 莫小帅 安庆序所控 真有其事 是 那 言状所说的是真的咯 你真要模似于真 冯历为人一向光明磊落 断然不会做出这种 暗箭伤人的卑狱勾搭 冯历 你已经当殿职人 只该寝宫刺猬 想要多么 这不是情次又是什么 这一件事 只有皇上和我心里面的 朕明白了 冯历 你是怕 朕得那神珍珠 跟我来跟我来 是 慢点 我 为我父皇安危着想 请你解开你的腰间宝宝 对不起 末将执司皇上铁位 一向是刀不离身身不离刀 站住 有我盐庄在 绝不允许你带刀提起皇上 好了 好了 朕信得过的 又不招你们夹些运气 嗯 不晓得冯将军 有没有去找安慕山 娘娘 是福不是祸 是祸 是祸躲不过 您光是着急 有什么用呢 皇上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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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仁珠 在 这朕的心腹铁位冯丽 他可是一条 一个钉子一个洞的石心汗 我为了让他放心 所以我亲自前来 知会你医生 你托冯丽 献给广平王府的宝藏 他是一件也不少地交给了我 臣妾只求皇上 你放心 明天早朝 我宣你上殿 我对于你啊 总有一个交代 交代 放心 所谓拿人钱财是愚人一消灾啊 我不会亏负于你的呀 好 好了 咱们走吧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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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会不会是大英皇帝 明早训娘娘上殿 是 是要策略给娘娘为妃 好 好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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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有旨 宣禮堂广厅王妃 瀋真珠上殿 皇上有旨 宣禮堂广厅王妃 瀋真珠上殿 皇上有旨 莫相 cri 沈珍珠乃礼堂王妃 大燕礼堂各顶一片天 王上有旨 免行跪拜之礼 谢皇上恩典 在这大殿之上 都是跟朕一起打天下的自己人 这自己人的面前呢 就说实话 也没什么可以丢脸的事 我错 泛阳接都使 史思明老兄弟 当初跟我在塞外边疆 是两个混混 那时候 各位跟我身经百战 打下一畔地盘 就归顺了大唐 大唐天子 对咱们真是不错呀 家官敬绝 赏赐丰盛 可以说是上马提进 下马提赢 那个时候朕呢 真是感动得要流眼泪 所以我称堂皇为父 贵妃为母 这殿上就有两个人 可以归我做见证 要不是阳国中吃味 千方百计的陷害朕 彼得朕非反不可 也弄不出这个大燕王朝来 父皇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父皇说话 你给我闭着你摇嘴 眼前这沈珍珠 她就是礼堂皇帝的孙媳妇 轮辈子是朕的侄媳妇 如今朕将她宣上殿来 朕要公是公 私是私 公私分明 朕要给千秋万事 好代之人做个活见证 朕要收沈珍珠做朕的异女 咦 娘娘 這下您該跟我們皇上重新見你了吧 義父在上 義您 沈珍珠叩切 平身平身 謝義父 好好好 小心 沈寇見父皇 平身平身 謝父皇 鎮珠啊 義父 這就是你二哥安慶恩 雖然他是老二 可是精明強幹 我最喜歡這個兒子 拜見二哥 我說得沒錯 皇上百年之後 這皇位就差的 娘娘 剛才流星快馬來報 禮堂太子李亨已經在領武登基 那廣平王爺和我那寡兒呢 李亨繼位 尊李隆基為太上皇 立李鈺為太子 李隆基一行 已然抵達成都 娘娘 這也就是說 廣平王和令郎 總算暫且平安無事 謝天謝地 蒼天保佑 馮將軍 張保 小娟 你們是不是應該向我道歉 陸京 雖然我身在燕宮 可是 我已經是大良的皇太子妃 東宮娘娘了 只是 只是什麼 馮將軍 來人還說 李隆基一行路過劍門 就在那兒的縣索 禮堂王朝 還舉行了一場小小的婚禮 婚禮 會不會是咱們王爺 跟那崔芙蓉已經成親了 不會 絕對不會的 娘娘 你怎麼那麼有把握呢 韓民將軍 你不是親口說過 細菁成立 嚴漢所殺的人不是我 這個消息一定會傳遍天下 傳到大唐皇帝被守的行列之中的 娘娘 誰 是妙有了 我 停 Pinterest 我居然大難不死 皇上 王爷和寡儿 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消息 不知道会刚认成什么样子 小军 你相不相信 娘娘姓什么呢 要是王爷知道我还健在人世 他也会另起催促 我就不相信 这个人世间 还有真情真爱 应该消防为民 终身礼服 韩国夫人 怎么 这当日说好之事 怎么到这紧急接过眼的时候 你又想反悔了呢 这 实在是老奴想来想去 这天长日久 只包不是火 真有那么一天 东宫沈娘娘真的露了金面 那老奴岂不犯了弃君之罪了呀 裴公公 你好想想想 听说沈珍珠没死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这 这 这是八天以前的事了 如今已经是八天之后了 东宫沈珠没死了 东宫沈珠没死 让你隐瞒了八天之久 这件大事 你要继续守口如瓶 一字不漏到也罢了 否则的话 你我二人就要一起去挨那一刀之苦了 让老奴不提了 老奴从此再也不敢提了 老奴 太爷爷痛失爱妃 小瓜儿惨遭母丧 小瓜儿 你说 咱们曾祖孙两个 是不是一个是老可怜 一个是小可怜啊 如果老可怜能够想个法子 让小可怜不要再担心他爹过 凄凉寂寞的日子 那小可怜呢 也能受到多一点照顾啊 太爷爷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那小可怜是不是能够点点头 让老可怜顺顺荡荡的下一道旨意啊 太爷爷 你曾经说过我娘当年的故事 中庭罚鬼遇刺 有两名刺客 当场一名被一名胡驾杀死 一名当场天打雷劈身亡 那是死的 非娘啊 我抓你 你这件事还是没了啊 如今我了 和你娘已经是天人永隔 幽冥义路了 不 第一桩是谁派那个刺客 来杀我娘的呢 当时你爷爷 也曾经明察暗访过三四个月 可是没有什么结果 后来你娘也说 凶手已遭天前 何必再追根究底 那第二桩 看爷爷 黄爷爷 黄奶奶 他们都说 我娘人神呵护 我到现在 还不相信我娘已经死了 官儿 爹又何尝不希望如此 还有 上次我跟父王说过 你尽管再娶几个侧妃 公平 但是孩儿只有一位亲生母亲 老可怜知道 小可怜的心意了 皇太子李悦 宋儿在 朕念你少年丧妻 东宫不可无负 特将秘书少见 催寻韩国夫人之女 崔芙荣赐予你为东宫侧妃 谢皇太子李悦 天赐梦真宠 明眸转出回 南兴会之 出名门 不信财女生 天赐梦真宠 大礼有枝树 卑微冬公主 多彩多姿 夜飞舞 红袖比竹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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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夜飞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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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愁愁愁愁